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汪涵大哥全场只是点了每一个人的名字 然后亲自将戒指戴在每一个特工手上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中一个人 那就是跟随汪涵走过九年风雨的田园 再为田园戴戒指是汪涵大哥 对他语重 心长地说了 原儿 这是我第二次给你戴上戒指 十二个字 其实这个第二次是有一定含义的 2008年田园与汪涵 前锋 欧帝 于浩明 师尹浩二 经恩声组成天天兄弟 并担任娱乐脱口秀节目天天向上的固定主持人 在天天向上五周年时 汪涵便给所有的天天兄弟 送过一次戒指 后来的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因为田园的主 鬼 使得自己戒指被涵哥收回 这次火星情报局汪涵再次给田园 带着一枚寓意不同 但韩尽量知足的戒指 希望田园能引以为戒 不要辜负了韩哥对你的期望 天天向上一向有这个传承 即使改版后的节目 也派发过一次戒指 翻阅资料才发现 这期节目因为一些政治原因未能播出 不过派发戒指的图片笔者 还是给大家找了出来 另外火星情报局中 还有一个细节也要注意 那就是韩哥在给薛之谦派发戒指 收回 出的字母写到 可爱的人永远可爱 爱你的人永远爱你 正是这句简单的话 看到了节目组的用心 希望薛李闹剧 不要影响到薛之谦在音乐上的创作 因为爱你的人始终会陪你做到最后 你在粉丝心中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不同的戒指有着不同的含义 火星这枚戒指就像是对观众的承诺 虽然我们难忘曾经的那个天天向上 但火星情报局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有温馨有效 编的节目 第四季 等你蔡少分44岁生日 女儿老友雷时庆祝一人蔡少分 爱豆 今日44岁生日 之前为做照护并做开大女张楚儿 汤圆 搞到爱豆自己很身心疲累 不过似乎汤圆已经好翻晒 众精灵十足 同妈咪庆祝生日天 今日爱豆就上在所多张合照 减据今次生日至少走走两场 当周当然同老公张 竟同买两个女分心喝生日 取三个琪琪围住嘻嘻爱豆 又送晒花筒蛋糕 蒸汽sweet道报 爱豆又 上载通好友庆生开箱 兴趣老友包括朱音 洪新夫妇 陈法荣等 见到局面上开笑容 就吃个生日饭局有几开心啦 爱豆留言 蔡少分 我祝福你 又大一岁 感恩有家人爱 朋友爱 粉丝爱 美丽 内心外表 良善 行为 能荣誠一人 PS 爱你们呀 杨成林被强吻脸变形 李荣浩 吓到大家了 李荣浩 16日晚上在台北小巨蛋的有理想演唱会 大气强吻女友杨成林 成为两人交往三年最闪的世外 只是杨成林因为没有预期被吻 脸歪嘴斜的惊喜表情全被媒体捕捉 让李荣浩在庆宫宴上 有点不好意思说 大家可以把照片换掉 不然上歌 华纳音乐大中华区总裁明天就全买了 会不会再接在里求婚 李荣浩 简也不及含糊败过 2014年11月 杨成林因为邦还是新人的李荣浩站台 开启了林浩链的元气 直到2015年2月 微博上的一张甜蜜合照 两人在一起的传闻首次浮上台面 交往近三年 他们对外总是暧昧多于大方 于是16日晚上的世纪同台画面 就成了最浪漫的一页记录 李荣浩台上曾说 谢谢他一直陪着我 我很喜欢他 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因为他是杨成林 下了台他突然变得害羞 尤其 还有这突如其来的强吻 真心幻梦 因为他走过来我就过去了 不好意思吓到大家 而为了这次惊喜 李荣浩不仅嘱咐杨成林 身边人要保密 他自己也是房的滴水不漏 身边的朋友 连司机都不知道 而且我这阵子说话都很小心 鼓手前一晚还一直问说 为什么会有一手 连能说呢 太怪了吧 Ki也不对 他说是最近才邀约杨成林 过程仅透过简讯讨论 他就一口答应 只是会补 会担心丑 赵峰传惹女友不开心 李荣浩摇头 他没那么小气 外界也猜测 两人的好事也不愿意 李荣浩没有多想 我不知道 这要好好想想 总得留下很美好的回忆 我应该还是会精心策划 也说双方并没有讨论过婚事 只应实在太少见面 就算有时间也不会讨论这些 杨成林事后也在你的微博留言 虽然演唱途中 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的脸变形了 但我很开心 能够担任神秘家 并是我的荣幸 不屑 文墨还富上爱心 甜蜜欲言表 蔡少分44岁生日 女儿老友为时庆祝一人蔡少分 艾斗 今日44岁生日 之前为做照护并左开大女张楚儿 汤圆 搞到艾斗自己诊身心疲累 不过似乎汤圆已经好翻晒 众精灵十足同妈咪庆祝生日天 今日艾斗就上载佛多张合照 见剧今次生日至少走走两场 当周当然同老公张 尽同买两个女分心喝生日 取三个琪琪围住嘻嘻 艾斗 又送晒花铜蛋糕 蒸汽Sweet道报 艾斗又 上载佛好友庆生开箱 兴趣老友包括朱音 红心夫妇 陈法荣等 见到局面上开笑容 就值个生日饭局有几开心了 艾斗留言 蔡少分 我祝福你 又大一岁 感恩有家人爱 朋友爱 粉丝爱 美丽 内心外表 良善 行为 能荣誠一人 P.S.爱你们呀